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最近在美国计算机协会,也就是ACM的一个虚拟会议上 前哈佛大学计算机教授 谷歌工程主管Matt Weirsch表示 Chattgbt和Github Copilot预示着编程终结的开始 他断言,生成式AI将在三年内终结编程 Weirsch认为,由于Chattgbt和Copilot等技术的出现 编程正在处于从人类工作转向为机器人工作的转折点 在他看来,程序员需要演变成AI程序的老师 这个老师可以是产品经理或者是代码评审人员 也就是白河的静态测试人员 他认为这两个人类角色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受机器人的影响 Weirsch在会议上说,不要指望你的程序员职业生涯会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机器正在取代这个角色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Weirsch的背景 他曾经在谷歌和苹果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的职位 他曾经在2023年1月出版的ACM通讯杂志上 也写过关于这个话题的一篇文章 叫做编程的终结 经典计算机科学的末日即将来临 此外Weirsch还成立了一家创业公司 专门来论证它的理论 Weirsch完整的视频链接 可以参考右上方的卡片链接 大概完整的是一个多小时 我就大概把它的发言做一个总结 它的第一个观点是写代码是脏活 那就让AI来干吧 首先随着Github,Compilot,ChatGPT等等 AI产品的持续火爆 AI在编程方面其实展示了极强的能力 在一个伦敦大学学院和德国美因磁大学的研究报告中 曾经让ChatGPT找出视力代码中的bug 并尝试给出修复意见 它的表现非常惊艳 成功修复了40个bug中的31个 所以在Weirsch看来 这个写代码就是一个脏活 所以你就让机器人来干吧 是吧 让你的时间多做点别的事情 对于每个人来说 他认为写程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利用时间的方式 Weirsch表示 Compilot是一款不可思议的产品 在他编程的时候 Compilot经常能够很好的帮他完成他的想法 甚至能读出他的想法 而且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所以他认为Compilot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因为他避免了很多的上下文切换 不过他认为 现代的Compilot还只是一个开始 在未来的一两年或者三年内 Compilot就能做到 让你只需要在程序的原文件开头 输入几行代码 然后他就会把剩下的内容全部都给生成出来 他认为只有两样东西会阻止Compilot变得越来越好 一个是缺少更多的数据 一个是缺乏更多的计算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东西实际上都不缺 对吧 所以Compilot没有理由会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他认为这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 威尔士还认为计算机科学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认为这个领域将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计算机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的话 它的意义究竟何在 它一直在解决的都是如何把想法变成程序的事情 他认为在过去的60多年里 计算机编程经过不断的发展 试图让人们更容易的去理解代码 但是他把1957年的Fortune语言 与1964年的Basic语言 还有2010年的Rust语言做了对比 他表示就异用性而言 这三个语言编程语言之间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而且他觉得 现在人们开发的这个程序和以前开发的一样复杂 一样难以维护 一样难以理解 而且一样充满了Bug 但是Github Copilot让威尔士从根本上 重新来思考计算机科学的意义 他认为Compilot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去写代码的方式 至少从他的个人经验来看 他是一种显著而深度加快开发速度的方式 第二观点就是他聊了一聊 他认为的未来的软件开发团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而且威尔士还对未来的软件开发团队 做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预测 基本上他认为在程序员开始被淘汰的时候 只有两个角色可以被保留 一个是产品经理 一个是代码评审人员 在威尔士看来产品经理的角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人类的产品经理仍然能够写出告诉软件 应该做哪些事情的文字性的描述 也就是产品的需求文档 我们简称PRD 而这个事情其实产品经理现在已经在做 对吧 但是不同的是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能不需要把PRD再给到工程团队 然后经过好几周的等待 让他们等待他们把需求实现完成 威尔士说你只需要把PRD扔给AI AI在几秒钟内就可以生成所有的代码 当然这种生成式的AI在早期阶段 它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输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威尔士觉得人类的代码评审人员 就是所谓的静态测试人员 能够在这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代码是否有效呢 怎么知道这个代码是不是好代码呢 对吧 或者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对的呢 所以我们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测试 所以测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不会消失的东西 所有CICD相关的东西 以及软件工程在过去几十年里 积累的一切的东西 在测试这个方面仍然是有效的 他认为具有编程能力的人 也就是现在我们平常说的程序员吧 以后会主要负责评审和阅读AI生成的代码 并确保他们能够正常的运行 以及做正确的事情 他主要是负责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对于程序员来说呢 以后这程序员呢 应该是成为AI的老师 而不是自己当一个程序员 天天自己在那儿敲代码 所以你应该教会AI怎么去写代码 而不是自己来写 以上呢就是这个威尔士的 大概的一些观点 那我自己再多说一点我的想法吧 作为一个做了十几年软件 开发技术管理的这个老程序员来说吧 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 这个行业呢就是一个 自己干掉自己的一个行业 我虽然不太赞成像威尔士说那样 就三年内程序员可能就被取代掉了 但是这个呢是迟早的事情 至少有大部分工作 是可以被AI取代掉的 所以呢我现在也转到油管上 来做这种内容 不过现在这个AIJC也发展太快 以后做内容生产 会不会也被这个AIJC所取代掉 这个不知道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